让人惊艳的高空闪电像是火树银花 顶端红色放射状下方还有蓝色的光速 网友在荷幻山观星看到远方有闪电 加起摄影机拍摄意外拍到了这器官 戏称这几率比重乐透还要低 又露眼又看到 那时候是觉得又惊又喜 就是闪电在闪完的一瞬间 它就突然是 它的运动方向是由下到上出现 然后再由下到上消失 就很像跑马灯那种那种感觉 拍摄时间是22号晚间9点多 陆连天文台也观测到了 动态影像看到内道光 由下往上喷发 瞬间光芒四射耀眼夺目 网友也分享 关心会在清静的星空摄影机 同时拍到这难得的景象 它其实不只有红色镜 它其实底下有一个现象叫蓝色喷流 所以我那张照片 其实它是两个现象合在一起 迁向局长郑明典也分享这照片 说是巨大喷流赞叹超好的照片 8月份也有网友和局长分享 阳明山拍摄到的红色精灵 这种中高层大气闪电 又被称为瞬间发光事件 包括红色精灵 蓝色喷流 巨大喷流 以及淘气精灵 饭店反应从下往上喷发 和对流层由上往下的闪电不同 因为通常出现在雾云的上面 一般状况肉眼比照看不到 发生的时机也可能跟台风对流有关 至于接下来的天气 那个台风尽管路线往西修 但是外围环流带来雨势不小 而中南部地区 因为也有送来比较多的云层水气 也会有下雨的情形 所以整个下雨的趋势 在明天甚至到后天 其实各地都是非常明显的 尤其是今天晚上到明天这段期间 越晚雨势越明显 因为外围环流 加上东北季风共办效应 宜兰花莲雨势要到11月2号才会趋缓 未来三天都是适量的天气 预估到11月3号慢慢回升 早晚偏凉 要出门记得留意保暖 TV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